因为《鬼灭之刃》的热播 也带动了漫画阅读量的上升 很多角色都被人们所熟知 而一些角色因为自己独特的表现 被观众和读者们亲切地塑造了外号 使这些角色更加接地气 比如下面所提到的六位角色 会拥有自己独特的外号 谢老板 谢老板是指剧中最大反开鬼舞是无惨 因为他的种种行为 人们认为他不是渣 而是比渣更加细碎的谢 无惨是个贪生怕死之初 一直想要找到青涩彼岸花 迷不自己惧怕阳光的热点 同时又无情无义 对待自己的下手毫无感情可言 完全将他们当作可以随时抛弃的工具人 最后还死不悔改 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完全没有丝毫回忍之意 这还不够谢吗 六妹 六妹是指尚贤之六中的舵鸡 是继父太郎的妹妹 因为从小跟随继父太郎生活在花街 养成了思思自立 牙字地包的性格 正是因为此种性格 导致了舵鸡被人烧成重伤 恐怖的出现 让这对兄妹变成了鬼 虽然舵鸡表面上对自己那拥有丑陋相貌的哥哥 没有礼貌和分析 但是他在心底还是感激和喜欢着自己的哥哥的 大哥 大哥指的是严重严育杏兽了 因为严重喜欢照顾他人 又具有领袖风范 在无限列车上 其他人都叫他大哥 所以大哥做成了杏兽朗的代名词 杏兽朗为了保护其他人 独自与一窝座战斗到天亮 大家会将这位大哥永远记在心里 铁头娃 铁头娃指的是经常使用头锤 来撞击别人的探志郎 不管是鬼还是蛛 都挡不住他这招 探志郎的额头估计是他身上最硬的部位了 所以叫他铁头娃也没错 而且对于探志郎来说 在战斗的时候没有撤退退炎 因为他知道就算跑了也没用 如果自己跑了 会有更多人受害 所以只能晕着头皮上 是当之无愧的铁头娃 一只猪一只猪指的是嘴平一只猪 就是一只猪的谐音 加上一只猪平时总是戴着一个野猪头套 嘴里也总是喊着猪猪猛气 所以一只猪这个外号也非常形象 尤其是那喷烟的猪鼻孔 更是让大家最差的印象更深刻 当他把野猪头套拖下来的时候 说错了 不好意思重来 是被探志郎装晕了 而野猪头套也因此落下 并露出面具下那张如同舞台般漂亮的脸 女流氓 女流氓指的是变住甘露斯密尼 在与半天狗的分身增破天战斗的时候 因为密尼的鬼杀队对付比较暴露 所以增破天直接称密尼为女流氓 密尼当时就真惊了 所以他才有了女流氓这个外号 以上就是毁灭中六个奇特的外号了 大家还知道其他有趣的外号吗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维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niż我们 yetknowledge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Cross